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Mass学院,我是你们的讲师King 首先呢,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一个晚年,祝大家猴年大吉,万事如意 好好学习呢,天天向上 那相信呢,大家已经在家过了一个愉快的大年了 那现在呢,也该收收心了,对吧,我们一起来回到我们的学习进程中 那这一次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还是我们P2P进阶片中的内容 那来看一下我们要讲的内容 这一次呢,我们要讲一下,我们web开发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我们的绘画控制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我们的绘画控制 那并且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个绘画控制 以及什么时候会用到我们的绘画控制 最后呢,再通过几种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绘画控制 其实已经看到了,通过Cookie和Session来实现 那接着,在讲绘画控制之前 来看一下,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我们的HTTP协议 那说到HTTP协议呢,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 比如说我们上网,对吧,发送一个请求 写一个网址发送一个请求,接着得到一个响应 那这个是我们知道的,那我们还应该知道 我们HTTP协议是不是一个无状态的协议啊 那什么叫无状态呢,其实呢就是不认识 假如说你自己,你发送了两个请求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HTTP无法知道 这是同一个人发出的两个请求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HTTP协议呢 它没有一个内建的机制啊 来维护我们这样两个事物之间的一个状态 那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其实我们平时,来看一下 关闭一下 平时我们上网,假如说我们访问这个京东吧 对吧,在这一块呢 看,这是我们京东的首页 那现在你没有登录 那接着我登录之后,我在这来进行一个登录 好,写上我的账号 密码 接着,你看我选了一个自动登录 不管选不选都可以 登录成功 在这个页面中我看到了 这是我这个用户的用户名 接着我再换一个页面 来看一下家用电器 是不是又发自一个请求啊 那现在它其实是不知道是同一个用户发送的 也就是在这应该显示不出来我的用户名 但现在显示了吗 对,显示了 而且刚才你看到我在登录的时候 是不是点了一个自动登录啊 那什么叫自动登录 所谓的自动登录 当我关闭之后 我之后再来访问我们京东的时候 我还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吗 是不是应该不用了 不用之后就可以以我刚才的账号进行一个登录 只要你没有点退出的情况下 来看一下 假如我再写一个京东.com 好,你看成功 在这儿显示出我的用户名了 包括在它的子域下 在它的二级域名下 你看什么channel.com 是不是也得到了 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 接下来要学的这个绘画控制 用它就可以实现 好,那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要使用我们的绘画控制 因为我们的http本身是一个无状态的 那简单的我们再带着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http协议的特点 对吧 首先支持我们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式 简单快速 灵活 无连接 包括最后一项 无状态 那更多的细节这些 大家自己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接着什么时候会用到我们的绘画控制 就像刚才我们举的例子 对吧 像我们的登录啊 包括我们的网站换夫啊 商品浏览记录 购物车 对吧 购物车也是我们要实现的一个小案例 包括网页的浏览记录 都会用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绘画控制等等 那接着再往下来看一下 我们绘画控制的方式一共有几种啊 在这给大家列了这三种 第一种呢 你可以通过超链接或者说Hydro 重定项的一个形式 不断的来传参 在多个页面之间来传递参数 这样是可以 但是呢 比较繁琐 而且呢 我们现在开发中 也不是这样来用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使用cookie 也可以使用session 来实现我们的 规划控制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像使用cookie呢 可以把我们的用户信息 保存在我们的客户端计算机中 那使用session呢 可以把它保存在我们的服务器中 其实呢 这也是cookie和session的区别 那cookie呢 其实是保存在我们客户端中的一段数据 那session呢 是把我们的数据 保存在我们的服务器中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项一项来剖析 首先先来剖析一下我们的cookie 那什么是cookie啊 对 通过它的名字 大家应该想到cookie 小甜点 那对了 就是我们服务器给我们的客户端的一个小甜点 它其实呢 就是保存在我们的客户端上 那其实呢 我们cookie不止我们peerp有 它不区分于语言 对吧 peerp可以 包括我们js也可以 都可以来操作我们的cookie 那cookie呢 也是独立于我们这个语言存在的 对吧 那其实呢 它是我们浏览器的 浏览器的这样一个东西 给我们保存一段数据的 那在cookie中 我们可以看到 cookie呢 可以是在httb协议下 服务器或脚本可以维护客户端信息的一种方式 那cookie是一种由服务器发送给客户端 也就是我们的浏览器的一个骗证信息 它存储在我们客户端浏览器的内存 或者是硬盘上 那常用于保存我们个性化设置啊 个人偏好等 对吧 当用户访问服务器时 那服务器可以设置和访问cookie的信息 那cookie呢 是保存在我们的客户端上 对吧 这一点要区分开啊 通常是像我们爱一或者火谷的cookie的临时念家中 之后呢 也会带着大家来看一下 那不同的浏览器呢 保存cookie的位置也不一样 我们可以手动进行删除 那接着在这块需要注意一些啊 需要了解 如果说我们浏览器上的cookie太多 超过了系统所允许的范围 那浏览器呢 也会自动对它进行删除 这是我们浏览器的一个策略 那美国运营下允许的cookie也是有限制的 根据浏览器这个限制也不同 那cookie保存数据的最大字节数是4097 还有需要注意不要使用cookie啊 把它当作一个存储数据的一个媒介介质 不要说啊 cookie中所有的数据都放到cookie里 为什么呢 因为cookie设置的过多会影响我们网站的性能 而且呢会浪费我们的代官 所以说不要滥用啊 不要乱用 那接着来看一下 说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不知道如何来通过peerp 来设置包括读取我们的cookie 那接着来来看一下我们cookie的一个操作 首先呢 设置cookie可以通过一个函数 比较简单 setcookie就可以来设置了 那这个函数呢 这里边的这个参数也比较多 我们一一来分析一下 首先setcookie 它第一个参数是必选的 必须要给我一个cookie的名字 这是namecookie的名字 接着第二个设置这个cookie对应的一个值 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过期时间 有效时间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我们在登录的时候 有的时候发现一个网站 一周内自动登录 对吧 包括是一个月内 可以实现这样一个自动登录 那怎么来实现呢 就可以来设置这个cookie的有效时间 那再往下呢 pass是我们的范围 服务器端的一个有效路径 那如果你没有设置的话 是当前目录的一个相对路径了 相对于当前目录 那domain呢是我们的域名 设定cookie的一个有效域名 也就是设定这个cookie在哪个域名下有效 还有一个就是 是否设置https传送 那设置true的时候呢 只能使用安全的https 默认是false 也就是说平时我们上网 你刚才看到了 像我们刚才访问的京东 https吧 对吧 包括像我们的卖词 这就是http的 http的 你可以把它拷过来 看一下 你看http的对吧 这样的效果 这几个参数呢 前几项用的比较多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设置 那设置完之后 读取比较简单了 直接看一下 通过谁呢 通过我们的预定变料 Dollar效应 cookie 就可以得到我们设置的cookie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这里边来一个cookie的 好 一杠 set cookie 首先呢 我们可以通过set cookie 来设置我们的cookie信息 像我们刚才看到 京东的保存的用户名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设置 最简单的是这两个参数 设置cookie 当你只给两个参数的时候 也就是设置了一个 名字是user name 只是king的这样一个cookie 那现在你没有设置什么呀 有效时间 那它什么时候失效啊 对 关闭绘画的时候 绘画的时候 就失效了 也就是我们关闭浏览器之后 这个cookie的值就没有了 那不幸的话 我们来试验一下 第一次在这儿 我们来设置了一个cookie 那第二次才能读到这个值 二个 dump cookie 我们可以直接挖dump一下 到了效线 cookie来读取这个数组 打印一下这个数组 那现在你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 来访问一下 localhost test下的 advanced cookie 好 第一次设置 对吧 那设置之后 你说我在这儿当前页面 我打印了一个cookie 能得到值吗 能得到这个user name吗 来看一下 对 你想一下 应该知道 第一次才设置 第二次才能读到 你看 是不是空书组啊 那接着设置完之后 我在这个页面中 通过我们刚才这个dump cookie 均步询问啊 是不是就可以读到我们刚才设置的这个cookie值了 对吧 在这里边其实你也可以审查一下元素 启用 好 是不是已经看到了 user name 内容是king 放大一点啊 这个好像大不了 user name 内容是king u是localhost 大小是多大 路径 你看当你没设置路径的时候 是不是当前 相对于当前 跟目录 当前目录的一个路径呀 对吧 那过期时间 你看显示的是一个绘画 从这儿能看到 其实呢 我们从 火火热暗器点工具 选项 接着点隐私 再点这一块 通过这儿也能看到 你看我们设置了一个cookie 是这么多了 我们先清空一下 接着重新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好 接着在这里边 你看一下 当前服务器下 是不是有一个user name呀 对吧 所对应的路径在这儿 什么时候结束 在绘画结束的时候 这个值就消掉了 什么叫绘画结束 对 我关闭一下这个浏览器 我们再打开 我们直接再访问这个页面 看一下是否能得到我们的cookie值 那答案应该是 否定的 因为你没有设定它的过期时间 好 来看一下 稍等 这个浏览器出来了 localhost 直接访问 第二个 是一个空数组 通过这儿 有人看到 隐私 cookie 还有这么多 看localhost 在下 是不是还没有啊 对吧 没问题 是不是已经没有啊 对吧 包括你直接移除 你再刷新 你看一下这里边 是不是没有我们的cookie 没问题 那接着上往下 一般呢 我们说设置cookie 还可以跟上 第二个三数 第三个三数 side cookie 假如说再写一个a 对应的值 三个 三个a 当前 过期时间 假如说想让它 十秒钟之后 过期 或者 二十秒钟 过期 好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第一个 好 设置完之后 在这 打印出来了 那接着 二十秒钟之后 这个 还能看到了吗 你想一下 是不是应该 过期了 那这个还能看到吗 那这个 答案应该 是可以 它什么时候没有啊 是不是应该 关闭之后 才没有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我再刷些 是不是少了一个呀 对吧 接着我们重新 再来设置一下 看好了 我把它复制一份 重新设置 这是有的 接着我把它关掉 再重新打开 应该来得及啊 二十秒 二十秒之内 它还是会有 但是这个 听那个 你就看不到了 哎 还有 但king那个 还有了吗 对 没有了 现在这个 是不是也没了 因为已经 过期了 这样的效果 set cookie 第二 第三个参数 代表的是 过期时间 二十秒钟之后 过期 这个需要注意 那接着 再来设置 set cookie by bbb time 长一点 一小时 三千六百秒 对吧 那第三个参数 设置完 第四个参数 是不是我们的路径呀 当你没设置的时候 代表的是 哪个路径 你来看一下 我再来设置一下 好 我们通过这里 能查看到 隐私 检视 清除一下 重新来设置 只要这一个 看这个b 它的路径 对 是不是当前 矚目录的 test下的 pd advance下的 cookie呀 对吧 那接着再看a 包括youser name 是不是都是 我们的 跟相对路径呀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在这儿 我们设置完 这个cookie了 我在它的 上一层目录 是否可以得到 我在这儿 打印一下 dum dum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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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kie 好 你现在看到 我是在这个目录下 设置的cookie 那现在我在它的外层 打印一下cookie 是否可以得到 localhost test下的 advance下的 蛋 得到了吗 对 没有得到 为什么得不到 它是不是指 相对当前 根目录下的 这个路径下 才可以得到 包括它的子路径 也可以得到 看好了 在这个cookie目录下 才能得到 包括它的子目录中 也可以得到 那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个 再来一个 假如说在这个cookie中 来一个 a目录 在a中 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是否可以得到 localhost test下的 advance下的 cookie下的 a下的 dum 得没得到 对 得到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 第四个 三数 其实就是设置 它的有效路径 再set cookie ccc time 加 3600 那你不设置的时候 相对于当前 目录的一个 根小的目录 那接着 你可以把它设置成斜线 代表的是 在我们的主目录下 都有效 那接着你再看一下 我们再运行一下 刷新 看这个c 对 你看 它的路径是 根目录 根目录中 你再在这来打印一下 看不看到这个c 对 看到了 那接着你在这个a下面 同样的也可以看到这个c 证明已经打印出来了 没问题 好 这是我们这个pass 那接着再往下 第四个 显示完之后 第五个 这个呢 也比较重要 设定我们这个cookie的一个有效域名 那假如说 我们在这来配置一下 我们的虚拟主机 这个也是一个home 我们要讲的一点内容 就是我们的跨域 cookie的一个跨域 好 那在这我们先来配置一下虚拟主机 可以来设置一下 这个呢 相信大家也已经会了 我们找到我们的阿华奇 配置文件中 首先需要先开启一下 在这有这样一个选项 对 这个呢 我也给大家拿出来吧 写上一个笔记 再来一个 第四个 配置 虚拟主机 第一步 编辑 阿华奇的 配置文件 httpd.comf 开启这个选项 开启这个选项 对吧 接着再来 打开的是哪一个呢 在这个 在这个C1付目录下 有一个extra 找到 我们要加载的这个 虚拟主机的这样一个目录 在这里边呢 其实我已经配好了一个 把它开启就行了 默认的这块有一个 我们直接把它改一下就可以了 像我们的这个管理员的邮箱呀 这个 document root 这个虚拟主机 对应的主目录 那我们把它设置成什么呢 假如说我们在这里边来一个test吧 demo test一下 来一个test.com 这是一个 再来一个 a.test.com 再来一个b.test.com 或者我们叫test1吧 test1.com 我们叫test也行 就仿京东的吧 对吧 test.com 我们再来一个 像吃货 货 点test.com 再来一个电影 电影 点test.com 再来一个 京东 这是test 再来一个test1吧 test1.com 好 这么几个啊 那我们的主目录呢 test.com 就设置成 这个吧 这是它的主目录 这是一个 test.com 没问题 再把它复制一下 test1.com test1 稍微改一下 接着还有两个 什么吃货 把它复制一下 吃货 就相当于我们京东的那个channel 吃货 对 没问题 吃货 好 还有一个是电影 电影 把它复制一下 好 接着这几个小样之后我们再来编辑一下我们的host文件 sys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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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try dravers 别忘了重启服务器 把它随便拿出一个放到这里就行 第二个是编辑 C1F目录下的extra 目录下的这样一个文件 http-vhost.c1f 好 添加这样一段话 接着重启 再编辑host文件 来配一下我们这个DNS 再往下重启服务器 好 来试验一下重启一下restart 这个我们都保存了 也保存了重启 再来试验一下 关闭右侧的 重新来test.com 我们叫的是不是test呀 test.com 没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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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com 没关系啊 test.com 再来看一下 好 没问题 我们讲说叫test2吧 没关系 Test2 那这个也要改一下 还是叫Test吧 W叫Test.com 诶 又报错 我们把上面这个住了 Localhost没问题 Test.com 这个有 接着是吃货这个有了 电影 假如说我们叫Test2吧 改一下 都叫Test2 叫Test2.com 接着这一块呢 我们要改一下 叫Test2.com 接着呢 我们再来重新的 host 还有一个目录 来稍微改一下 这个有了 这叫Test2 这个呢 也是 好 再来试验一下 重新启动 右侧 Test2.com 好 没问题 包括Test1.com 也可以 吃货 Test2.com 还有一个是 电影 配置了这么几个 我们都要用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好 这几个都有了 来 我们刷新一下 刷新 对 在这里边呢 首先我们在Test2.com下 来设置一个Cookie 看好了 SetCookie SetCookie 写上一个Test2.com 值呢 写上一个 This is fromTest2.com 看好 有效时间 Time 加3600 那我们的路径呢 写上一个 跟目录下 都可以 在这设置完之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它这里边 目录下 来打印一下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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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文件复制一下 在吃货这项目再打印 在它这个项目再打印 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设置了这样一个 在Test2.com这个域名下 设置了一个Cookie 那现在看一下 在它的子域名下 我们是否都能访问的到 SetCookie 没问题 接着 我们再来把它复制一份 在这吧 把它拿过来 Dump Dump 这是可以得到的 对吧 This is from Test2 没问题 那接着 在它的子域名下 看这两个 先不看Test1啊 是安心 得到了吗 没有 接着再看 吃货 电影 是不是也没得到的 而刚才 我们在看京东页面的时候 我们在京东的主站 得到了 在它的二级域名下 是不是也得到了 我们的用户名呀 那这时候 想实现这种 在它子域名下 都可以访问到的 我们需要来这么来设置 SetCookie Test2 我们再写一个 UserName吧 或者换一个 写成一个 Test 或者写一个Hello吧 Hello Hello World 好 过期时间呢 也是一小时之后 当前 接着 我想它在它的子域名下 都可以访问到 看前面我写了一个 DRTest2 在这个火壮 在这个火壶中 我们看一下设置的这个Cookie 对 在Test2下面 你看你设置的这个Hello 它的域 是不是在 所有的 就像我们写了一个 新.Test2.com 在它的二级域名下 是不是都可以访问呀 对吧 这样的一个效果 写了一个 Test2.com 这就是我们的 Domand的意义 而在上面这个呢 你看它的 有效域名 它的主机 是不是只是 针对于我们的Test2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 我们需要区分开 这一点 我们需要区分开 好 这是我们的 Site这个Cookie 好 接着再往下 在同一域名下 没问题 那在我们的什么呀 两个域名下 假如说我京东一个网站 我这些企业 网站很多 有京东.com 对吧 还可能有A.京东.com B.京东.com 那可能呢 还有一个 京东1.com 那京东和京东1 这是两个域名 那我同样的 想实现这样一个Cookie 这样一个跨域的一个设置 可以吗 答案是否定的 那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带着大家 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问题 Cookie跨域的问题 那这节课呢 首先大家先把我们讲的这些 来消化一下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